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很久以后 当有人称赞你 为人精明谨慎 讲话做事滴水不漏 你都在心里苦笑着 感激上仓 感激那些给你上过 一堂又一堂课的 博良的人们 其实 并不是这个世界 变得丑陋 世界原本如此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 出自作家 新一物的作品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还是要再和大家 来介绍一下 我正在参加的一个活动 就是帮助农民 把他们手中 质押 积押的农产品卖掉 我也参加了这个活动 那这次选到的产品 品质和价格都很合适 而且还可以帮助这些农民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那么参加这个活动 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就是在这篇图文消息的最后 有一张二维码图片 大家长按时别 就可以参加PP当中 大家搜索到静波频道 找到静度这张专辑 然后点击第一条音频 那么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 你会看到一个播放进度条 在进度条的上边 有一个红色的购物车图标 点击进去 选择你要的商品 就可以了 我在这呢 提前谢谢大家 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可以加入进来 那今天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位著名的 农民作家的故事 他就是 路遥 今天分享的这一段 是他讲自己 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过程 可以说 几多心酸 一起来听 我是陕北人 清建县 家是农民家庭 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 小时候 家里人口很多 弟兄姊妹八个 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 家里很穷 我是老大 七岁的时候 家里不能养活我 把我寄养给了另一个家庭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 是饥饿 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 性格很软弱 活得很窝囊 过得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 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 回来之后 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 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 不要惹事 所以 在社会上 你只有依靠自己 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 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 既然要活下去 就得靠自己 平凡的世界 反映1975年到1985年 这十年间 农村 工矿 城市 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 是全景式的 我认为 这一段时间 是中国转型期的前奏 充满了密集性的 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 要求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 故事可以编 翻报纸 人民日报 陕西日报 参考消息 延安报 十年的和丁本 堆了半房子 一天一天的翻 做笔记 在整个描述过程中 我可以在笔记上 找到各种事情 这样 故事就建立在 比较可靠的基础上了 另一种准备 是生活 生活尽管熟悉 但我要重新到位 细细看 譬如一个烧砖厂 我经常去 看八土 打批 倒批 进窑 烧火 还有贷款税收 等等资料 有时趁人不在 偷着撕一张税务发票 夹在笔记本里就走 能用就用 经常就带着 美国总统那种皮包 进村的时候 带着两个大箱子 每回回来 衣服脏了 回到宾馆 躺在红地毯上 洗个澡舒舒服服 然后又进村 住饲养室 还有不熟悉的生活 如煤矿 所以 第一步 就拿到煤矿里写 可以逐渐熟悉 为下两步做准备 在同川煤矿 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 这里几万人 生活条件差 一间小会议室 改做成卧室 兼办公室 这里食堂只有米饭 馍 咸菜 连鸡蛋 豆腐都没有 我平时不吃大肉 靠鸡蛋维持着 写作艰难 想起来 不寒而理 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 起来 还得走到桌子前 继续写 我自己来说服自己 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 看见桌子 像上沙场一样 一个冬天 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 语言能力丧失 很孤单 每天吃完晚饭之后 散一会儿步 机器似的 工作特别紧张 上厕所都拿着纸和笔 一到地方才知道不能上 跑回来放下武器再去 我把一张一张的计划 写成表贴在墙上 一 二 三四五 今天又消灭了一张 心里就很高兴 半夜里 听见火车吼叫 想象着火车 意味着情人的约会 或久别重逢的欢喜 有一天 火车一叫 我自己又放下笔 披上破棉袄 到火车站去 这是拉梅的车 不是客车 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 我是在这儿 试图接一个人 唉 叹一口气 又回来 到礼拜天 我从自己的房子 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 灯火通明 每个窗户后面 都在炒菜喝酒 外面下着雨家雪 而我一个人 那边楼上的灯 最后熄灭了 窗帘 一个一个地拉起来 这是自己的选择 没办法 涌出热辣辣的眼泪 第一步出稿 很艰难 坐在吉普车上 感到难受 回到城市之后 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 非常眼馋 这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 就是山珍海味啊 第二步结束之后 身体完全就垮了 第一天写完 第二天就趴在地上 起不来了 靠着精神 斜着身子 抄完稿子 浑身没有劲儿 只有膝盖上 还有劲儿 爬在地板上 整理稿子 每吸一口气 费九牛二虎之力 得一种怪病 气吸进去 吐不出来 这种病 你不吃饭 在火车站 扛上三片麻袋 就会得的 然后看病 给肌肉上 注射什么东西 有个年轻的中医 说是得了虚症 开的药 人参什么的都有 只喝得我吐不出痰来 在西安 待不下去了 这是命运 我就想 在中国 任何作家完成长篇 是不可能的 曹雪芹 没写完就死了 身边的柳青 也没有写完 我会不会呢 陕北天气凉快 我吸不进去气 身体总是崩溃了 回到榆林 领导熟悉我 介绍一位老中医 榆林地区的中医 在解放前 都是文明的 十分发达 他诊断之后 让我在镜子里 看舌头 舌头全黑了 这是人参吃坏的 他只开了一副 两毛钱的药 一吃挤土痰 把这个病先解决了 然后 他开了一百副碗药 一百副汤药 像牲口吃料一样 吃了三个月 体力稍微恢复 休息一年 接着搞第三步 趁着还有劲 写完 我不注意吃 不锻炼 所以在第三步写作中 开始有了注意 榆林地区领导 邀请在宾馆写 饭安排在厨房子 写得比较顺利 88年5月份 是全书的最后过程 我来到甘泉县 写最后的部分 我和甘泉县有缘分 我的人生 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5月25日 完成了 这时 某人民广播电台 正在播前两步 最晚6月初送到电台 他们要及时播送 本来 这三步 要求身体在最高潮的时候 完成最好的部分 我这样咬着牙血 赶在六一前写完 朋友在这一天 一方面庆贺我 这天下午六点 朋友们做了一桌饭等着 我关着门 不准任何人进来 控制着自己 不要激动 马上就写完了 一控制不住 右手开始惊挪 这样都拿不住笔 可怎么办 我把电水壶的水 往盆里一倒 再掺些凉水 三个毛巾 放进去 手伸进去 烫 让手松弛 抄完后 我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 抛出窗外 跑到厕所里 照了一下镜子 我成了另一种样子 想六年前我的情形 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话 就消失了 坐在桌前 停了十分钟 沉默 我想起了 托马斯曼 在沉重的时刻里的一句话 终于完成了 它可能不好 但是完成了 只要是能完成的 它就是好的 写完了 完全成了白痴状态 像五六岁的小孩 要进北京 人不放心 这样就和弟弟 一块进京了 跟在弟弟屁股后 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过马路的时候 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种劳动 并不是特殊的劳动 任何人都要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 作家这样 农民也是这样 我的启蒙老师 是我的父亲 虽然懦弱 但他很会劳动 种地的时候 把什么都准备得尽善尽美 拔草除地 讲究美 他说 从任何地方看去 都显得一行一行 很美 曾经在地头种南瓜 说 这不一定是为了吃 一到秋天 地头一行一行子 都长满了瓜 这好看哪 这就是审美 他干活的时候 有贪婪的精神 我认为 每一个人 不论搞什么事 都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 干得好的 一个人最后的价值 不在于干什么 我如果当木匠 全力以赴 也会是第一流的木匠 人的生命 是在追求的过程中 不是在结果中 结果 并不重要 如果论结果的话 那人都是要死的 而且地球也要崩溃的 更广阔地看 没有什么伟大 不论 与渺小 山倒不住 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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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彩 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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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剪个绵绵容易 哎呀 拉花花达 一个在那山上 又一个在那狗 咱们拉过上个花花 哎呀 找一找个手 了解了解了个村庄 了不见个人 咱们另一个 担担 跑在 哎呀 撒 好 翠 好 好 褂蝦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